不管怎么说,这里是有这么一个弯的,但你看,玩家这图上没勾出来,这纸上的有。 见鬼说,顾飞也仔细地看了看,又打量了一下周围这地形,最后道,我觉得,那是因为玩家这图比例尺比较小,这张破纸上的比例尺比较大,所以这地方勾得详细些。 嗯,那么这个标X的地方就是这边了。 见鬼一边说着,一边举着纸,参考着地形继续朝前走着。 编割后,两人到了破纸标注了个X的地方,这地方湖边的走线就简单了许多,见鬼一对图,着实欣慰,就是这里,你看,一点都不差。 那,见鬼指着纸上的画线说道,那这个X不就是在水里了? 顾飞说完,两人一起朝湖面上望去,笔波荡漾,一点迹象都没有。 难道是在水里? 游泳是在水里面上活动,潜水是在水底下活动。 见鬼说,去,看样子你是不会了? 顾飞一说,我那两下子稍不注意,倒是很快能到水底下去,只不过那不叫潜水,叫淹水。 见鬼苦笑道,那你有没有什么朋友会?顾飞问,有倒是有,但现在也没法联系啊。 见鬼说,哦,谁啊?顾飞就是好奇一问,你也认识,水深。 见鬼说,顾飞恍然,哦,顾名思义啊,宅地,我怎么没想到呢? 听他说,他连潜水证都有。 见鬼说,那现在也帮不上忙。 顾飞叹息,而且游戏里也没潜水用具吧? 见鬼说,我哪知道?两人蹲在湖边犯愁。 见鬼拿着那纸片发针,目标就在眼前,却遇上这种难题,如果是普通网游,哪有这种事啊? 有水你就下,淹死是有,但系统都给个呼吸条让你注意着。 可平行世界就不是这样了,真实模拟呢,不会游泳就等着淹死吧你。 我先游去这位置看看,见鬼说,行,顾飞同意,于是就看着见鬼下了水。 见鬼真是厚道人,先前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水性也不怎么样,真实看,果然如此。 进了深水区域后,四肢在那玩命的扑腾,正是大名鼎鼎的狗袍式,那浪花被他翻腾的,连人都看不见了。 就这么扑腾了一圈,见鬼掀着浪花又回来,上了岸,一抹脸上的水花后倒。 水上是什么都没有,水下面好像是有点什么。 有点什么?看不太清,真得潜下去,不过那里我看也不算深,顶多三四米。 见鬼说。 这样啊,我想到了个主意,顾飞说。 什么主意? 见鬼问。 你抱个石头,沉下去。 顾飞说。 我下去,那就上不来了。 见鬼说。 别急。 再弄个石头,拴你身上。 你就憋着气前一回。 到时不行了,就来消息,我拖你上来。 顾飞说。 你拖得动吗? 见鬼表示怀疑。 找人帮忙啊?顾飞说。 恼有人。 见鬼问。 人还不好找? 顾飞又收了装备,乱丢法术,一边大喊。 有没有人?有没有人? 这鲁尾丛里能没人吗? 当时就被炸出来一堆。 这回顾飞没躲,顶着一些骂声陪着笑道。 哪位好心人来帮帮忙啊? 大部分人恨不得弄死他。 没过来动手就算不错了,哪还有心情帮什么忙? 纷纷瞪着眼,喊没空,就又前回卢尾丛。 但要不说世上好人多呢? 还是有些玩家问了声,什么事? 顾飞大概说了一下自己的意思,就是见鬼下了水,不行的时候麻烦大家一起用力拉一把。 这些玩家听了觉得新鲜,表示愿意帮这个忙。 顾飞连声道谢,口袋里拿了绳子出来,准备拴剑鬼腰上。 这事儿毕竟不像PK那么司空见惯,弄得剑鬼都有些紧张。 望着顾飞, 你不是玩我吧? 当然不是。 顾飞把绳子丢给见鬼。 顾飞想,见鬼接过绳,犹豫了片刻,正准备朝腰上计,突然想起什么,眼睛一亮道,不行,这我不能去。 怎么? 顾飞奇怪? 见鬼可不是这种会退缩的人呢? 你看,这个任务其实是你的,万一这一步骤得任务人来处罚,我下去有什么用? 见鬼说,这话倒十分有理,顾飞争了争后道,那纸片不也是你逃出来的? 可还是你去保险不是吗? 我要去了,什么也没有,咱得怀疑是不是因为我不是任务人的缘故,到时你还得下去一趟。 所以,不如直接你一次性,去了完了。 见鬼说,我不会水,要会水干什么,包个石头憋口气沉下去,不行了,就发消息给我,我们托你上来。 见鬼把顾飞的原话送回来了,顾飞没话说了,但怎么总有种像是被摆了一刀的感觉? 见鬼已经把绳子扔回来了,顺老血啊。 你不是玩我吧? 俩人角色彻底对调了,哪能啊? 见鬼认真的道,然后已经过去对几个帮忙的玩家表示感谢了。 谢谢,哥儿几个啊。 客气客气,你们这是什么任务啊? 有玩家问,成战的。 见鬼说,哦,这些都是野人玩家,成战和他们一毛钱关系也没有,一听是成战相关的,那就一点寄予的心都没有了。 纷纷接近见鬼的绳头,这哪儿有石头呢? 见鬼东张西网,想加重量,然后沉底是吧?我这大锤你拿去吧? 有个热心战士提供东西。 见鬼拿过一看,以垃圾白板,但这份量却绝不是假的。 重量这东西和装备等级是没有绝对关系的,低阶高阶装备都有轻有重,而游戏也必须得有点符合游戏的设计。 装在口袋里的东西,那就不能再去拿加法算什么重量了,不然就不符合科学了。 重量,那都是按流鱼表面的东西来算,也就是说,这大锤顾飞要拿在手里,得沉,装口袋里,那这重量就另算了。 这个好,见鬼连连点头,一边交给顾飞一边说,等准备要我们拉屎,大锤你就装口袋里。 扔了也行,那战士大方的道,顾飞绳已经拴好了,这会儿又想起来个问题。 可那位置不在水岸边,这段我怎么过去啊?难道从水底走过去? 立刻有热心参与的群众出谋划策。 先曝光木头,飘过去,到了位置,放开木头,拿斧子,沉底。 你怎么这么聪明? 顾飞面无表情,望着此人。 嘿嘿,我去找木头去,这人跑了。 怎么,哥们儿,你不会游泳啊? 提供大锤的玩家奇怪道。 不会,顾飞说,那找个会水的去啊。 大锤玩家道,他的任务,见鬼直指顾飞。 加油,你行的。 大锤玩家拍了拍顾飞的肩。 木头来了,就这么不大会儿,那玩家已经从湖边烂泥里,跑出了根木头回来,一截不知从哪儿飘过来的树桩子。 这还能服吗?顾飞看那树桩子觉得不保险。 还行,那玩家把木头甩到了水面上,木头摇摇晃晃,倒还真服着。 不会,我一抱着就沉了吧?顾飞问,放心,有人道,我们会拉你上来的。 去吧去吧,大家都很积极。 顾飞勇敢地去了,下水抱了木头,推进深水,木头倒真没沉。 但这时,顾飞脚下已经没根了,死死抱着木头,按上玩家纷纷出主意。 这个叫用手滑,这个叫用脚灯,一种叫绝望的情绪,在顾飞心头生起。 剑鬼也没闲着,大声给顾飞提示方向。 左,向左,向左呀,左是左。 喊半天没反应,剑鬼以为顾飞听不到。 又发消息,歪了,朝左,我知道,让我研究一下,你抱着木头划过水吗? 顾飞怒。 哦,剑鬼镇定下来,好在游戏里体力消耗甚慢,顾飞抱着木头研究也不见累,不大会儿终于摸出些门道,抱着木头开始有目标的前进了。 湖岸边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 好了好了,到位置了,不要再朝前飘了。 总指挥见鬼又发话了,结果顾飞又像没听见一样,朝前飘着。 见鬼以为他又听不见,连忙消息。 顾飞又怒,怎么停让我研究一下? 停什么呀?抽锤子,放木头,沉了。 见鬼说,顾飞一听道也是,他也是个干脆的人,挥手掏了锤子,一放木头,咕噜一声,连个炮都没冒,水面上就只剩半截木头,继续朝前方飘去。 顾飞毕竟是内外兼修的真正武功高手。 这要说憋气,真能比常人多坚持不少。 这沉下水来,倒也没显得慌张,就是眼睛有点不敢睁。 后来想这不过是游戏,有什么可顾及的呀? 心一横,眼一张,刺痛,水突然打到眼上,还是有点刺痛的。 顾飞稍适应了一下,拧着眉毛,低头一看,自己距离水底已经没几步了。 当即,扭着脑袋,左右张望,水底下才三四米。 光线已经不怎么好了,昏昏暗暗,周围飘着一堆子的微生物,让顾飞感觉十分不卫生。 这沉下看了一圈,值得注意的东西,他已经寻到,就在身边不到两米的地方,一个形似隧道的玩意儿耸立在那儿。 从岸上看,可全没发现,顾飞这时脚已触底,朝那方向飘了几步,到那跟前一看,还真是个洞口,想进去看个究竟,拿响手探了过去,却感到在那儿洞口上摸到一团软乎乎的东西。 顾飞吓了一大跳,另一手又跟着上去触摸了一下,果然是有什么东西挡着,这种感觉说不上来,似乎就是一层薄膜罩在上面。 顾飞想想,掏了匕首出来,朝上一扎,哪知这层东西伸展性着实厉害,顾飞朝前扎,他猛朝理缩,但就是扎不穿。 而他这一延伸,周围水流波动,顾飞倒也看了个全面,就是这一层膜一样的东西,挡在了这洞口,扎不成砍也不行,撕扯更不行。 顾飞试了几种手段都无济于事,时间却已经不够,顾飞秉息已经基本到了极限,只好给见鬼发了消息,事已拉他上去。 见鬼收了消息,连忙是一大伙拽,绳子够长,也够结实,大家动作也很快。 剑石已经绷直,顾飞趁这点时间还严重那薄膜呢,突得腰上一紧,人刷得就到浮出去。 借着福利更是越飘越高,顾飞正觉有趣,却已经飘到了头。 水位忽浅,福利不足,顾飞一沉,没等站稳,这还被拖着呢,直接坐倒在了泥里。 跟着脑袋出了水面,众玩家欢呼着,把他扯上了岸。 谢谢,谢谢大家了。 见鬼向众人倒着谢。 还有什么事儿要帮忙吗? 群众好人想做到底,见鬼望向顾飞,他还不知道水底有什么,自然不知道还要不要帮手。 顾飞抹了把脸上水,也朝众人倒了个谢后说,暂时不用了,大家先忙着。 这位兄弟,你的锤子。 顾飞把锤子也还了对方,这些玩家自然都是有男有女的配对,看没事儿也就手拉手地散了去。 见鬼这才凑上来问,水下有什么? 一个很奇怪的东西,顾飞描述了一番。 这洞里有什么看到没? 没有,顾飞摇头,洞里没光线,看不到的,而且那不能说是洞,我觉得像是个隧道。 你来这边。 顾飞引着,见鬼又绕湖走了一截,到了某个位置,踩着水就下去了。 见鬼跟在他后面,顾飞指着前面水底说,你看,模糊还是看得到的,对吧? 见鬼一瞅,果然,模糊可见,这片水域里似乎隆起着一道阴影。 奇怪的东西,见鬼也只能以此做结论。 不知道进去之后有什么,是不是通到什么地方? 顾飞想到了当初乌龙山的那条密道。 难道说是直通云端城内的密道? 这要让工程玩着知道,自然就可以借这条密道直接杀进城了。 好像有点可能。 你想啊,这任务最初的内容是和那个什么土木工程师有关, 那工程师很可能就是设计着密道的人, 然后对酒当哥接到的是利用着NPC来工程的任务。 很有可能他们任务完成的话, 就是清除了这条密道的位置, 然后走密道直接进城。 见鬼觉得,自己的分析十分靠谱, 越说越兴奋。 嗯,有道理。 那对酒当哥的人怎么没出现在这附近? 他们的任务还没完成? 见鬼疑惑。 这么说来,他们的任务是要利用密道进城, 我的是要阻止他们? 那我接下来的内容是不是要毁了这通道啊? 弄塌塌? 这怎么弄啊? 顾飞一说, 这个,目前玩家好像没有这么强的破坏力, 我觉得你的调查可能已经算完成了, 你得回主城一趟,交代一下任务。 见鬼说, 那我死回去。 顾飞企图投水自尽。 别别, 见鬼连忙阻止, 这调查任务这么模糊, 没提示的, 谁知道你完成没啊? 你这一跳, 万一因为死亡任务失败了呢? 你还是跑一趟吧。 哎呀, 麻烦啊, 顺道去纵横四海那边看看情况吧。 顾飞一说, 你先去还任务吧, 我前行过去走走。 见鬼说, 那也成, 顾飞点头。 两人这正商议呢, 忽然消息提示一起响了起来, 两人都没太在意, 随手点开, 结果一开, 都是大吃一惊。 这开了的竟然是他们的佣兵频道, 发消息的人是韩家公子。 诱哥, 你说什么? 给我滚出来。 诱诱, 这是怎么回事? 频道怎么能用啊? 顾飞说道, 对啊, 之前不是敌对的吗? 见鬼说, 韩家公子也吓了一大跳, 他们在纵横四海驻地周围布置了许久, 不见二人出现, 韩家公子也有点焦躁。 诱哥关了私聊消息, 于是就想试试, 佣兵频道, 他是不是也屏蔽了? 那知道这一说话, 诱哥还没出来, 这两个人倒是跳出来了。 韩家公子也很费解, 这怎么就联系上了呢? 咋回事, 难道是出了城来, 佣兵频道都可以用了? 顾飞问, 这什么逻辑啊? 怪事怪事, 见鬼也嘀咕。 另一边, 玉天神明和战无伤也诧异地豪起来了。 你们两个死哪儿去了? 诱哥默默默注视着这一切, 他忍, 他没有屏蔽傭兵频道, 因为这种团队频道, 你只要不吱声假装潜水, 事后说自己平了就可以。 此时, 顾飞, 见鬼竟然突然在频道里发了言, 他大惊之下, 差点就开口了。 一想到, 那边现在对立, 自己一露面, 就要夹在凤中生存, 连忙克制。 听说你俩要刺杀无事之箭? 玉天神明问, 对啊, 他在哪儿? 顾飞问, 行会这边吧, 别来, 现在全会上下, 就等你们两个呢, 你们再牛, 不至于能灭一千人吧? 玉天神明说。 玉天, 你哪边的? 韩家公子冷冷地问。 这破行会没心带了, 咱自个儿组个行会吧, 我们战士之家还行, 听娱乐的, 战无伤自豪。 重生紫荆要人吗? 千里, 你帮我问问呗。 玉天神明说。 咳, 那啥, 其实我最近也有点不如意, 如果重生紫荆要人的话, 我不介意, 你也替我问问。 战无伤, 见风就转舵。